我講了很多年故事,但我一直初頭不知道為什麼要講故事 不過講到四、五年之後,我開始知道為什麼要講故事 因為我講故事,其實就是要發現我自己是誰 我發現到我自己是誰呢? 我發現到我自己永遠都是在我生長的地方的人 和地方和事物發生關係 例如我最初的故事多數都是講深水寶福 很好聽的,現在沒有時間了 然後我又會講,例如我講到這裡的黃牛馬頭 我一定會記得一個人,就是馮建宗會今天應該沒有來的 因為在1970年我們在這裡看完戲 那一條傻佬就很熱情 因為當晚我們看到,他叫做1900,講意大利亞 他跑出來又跳到海那裡,而現在那個 他不知道為什麼那麼浮水呢? 每當我一開始講故事,我越講越好 因為我知道我周圍就是那些 和我一起在香港生活過的人 他們都回來了 有些已經過了身 有些還在世,不過不在我身邊 現在我告訴你一件事,很厲害的 其實我看見林太在旁邊曾宗才都在 大家去吧,不過不用擔心他一個好軌 為什麼呢?因為他還可以來到這裡 這是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你跟我聊天,我跟他聊天 說一說我們怎麼樣貢獻給香港 怎麼樣貢獻給多個城市的長大 然後我們看到 我旁邊有很多人很多人 你旁邊也是 我們看到就是 香港越來越沒有那些地方 那個地方有什麼重要呢 那個地方不是只有一個外 不是一個地下 而是那些人在那裡穿過 在那裡生活 我們知道這個改變 是80年代開始很瘋狂的改變 你告訴我 深水谷改變了 沒錯 但是它是有機地慢慢變的 人的感情已經沒有了 謝謝你 謝謝你